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這個機械鍵盤 復古打字機鍵盤 那我也是今天才拿到 那這個鍵盤的話是我在 禮拜天 也是2018年6月24號那天的話 在小戶公務上面訂購的 那我今天拿到了 那我跟剛剛一樣 都是可以一起來開箱 那它這個鍵盤的話 是一個復古型的核桃木的鍵盤 那我第一次看到它的話是在 高雄國購的成品 當時看到它的時候是非常喜歡 但是它的造型很特別 然後再來是說它非常合我的胃口 我等一下會說明為什麼我會很喜歡它 然後在禮拜天的時候的話 看到它有增加 那我就把它帶回來了 那同時的話 同時我也買了一個 無線的滑鼠 好 那我們先打開了 它打開了之後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這個箱子 這個箱子的話 我們看到這裡面的話 它箱子是很大的 那我們就看到了這個 很重 蠻重的 對 比我想要這麼重很多 那我買的是中文版的 那就是說它上面的鍵盤 除了英文字之外的話 還有注音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箱子拿進去 好 那這一個 這個鍵盤的話 我 我邊拆我邊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 購買它 當然它單價蠻高的 好 那 我常講 你的決定 就決定了 你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選擇這樣的產品的話 其實在透露很多訊息 那一個 一個好的產品的話 跟 跟人一樣 都要透露一個很明確的訊息 好 然後這訊息要很堅持 很清楚 那它又很專業 那在這過程裡面的話 它就會帶來一些美感 那我當時看到它的時候 它是 嗯 當然 它跟 旁邊的一些產品 有 很明確的獨特性 這是我一個很 很吸引我的地方 好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好 這個袋我們拿到旁邊去 好 然後 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這一個 上面的話 它有很多的 嗯 資訊 它這個產品的名稱叫做 Retro Classic Airwood VT 好 所以說我這一個的話 鍵盤的話 它是胡桃木鍵盤 然後 它是 嗯 無線版的 也是藍牙版 好 那它的這個包裝呢 非常的精美 好 那精美的話 我們外面的這一個 盒子可以把它打開 打開的時候的話 我們會看到 這裡面 它東西比我想像中還要多 對 那這邊有個蓋子 那這裡的話看起來是一個保證卡 好 我們一起來看這個保證卡 這保證卡的話 欸 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這本身就是一片核桃木 好 那上面就寫著 Retro Classic 那這下面的話是它的序號 好 那它裡面寫了一些事情 好 Elegantly Fierce Congrat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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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your ownership of the Azio Ritro Classic People 喔不錯喔 這個 包卡非常的有質感 然後這邊的話 有一個 呃 說明書 它這說明書的話 裡面還有一片 快插四部 好 那這 呃 是英文版的 然後 嗯 那也寫了很多 很多種語言 那裡面當然有包含中文 好 把它放起來 好 那這時候的話 我們把這個蓋子打開 打開之後的話 就看到這個 嗯 鍵盤的本體 喔 哈哈 真的蠻重 這個應該是有兩公斤啦 我看一下它 它這個 上面是怎麼寫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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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 啊 它是 中心發光軸 喔 它是機械的 鍵盤 總共是有 呃 3.5磅 蠻重的 好 沒有看一下 喔 它是充電的 充電的 無線鍵盤 還不錯喔 我還以為它是 那個 裝電池 一個意外的驚喜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鍵盤 好 對 還蠻好的 可以看得到 這是全部都是木材 剛好在這個桌子上面開箱 非常適合 然後它上面的話 還有一個這個金屬的銘牌 好 那做得非常的好 很精緻 那 呃 這上面的話 又很明很明確的那個木頭的紋路 然後 呃 我們從這側面看得到 它是一個 機械式的鍵盤 好 那 按鈕啊 的感覺還蠻清脆的 好 欸 蠻好的 好 我說明一下 我這個人啊 是一個 感情用事的人 好 那我說明一下為什麼我買這個東西 好 因為我一開始看到它的時候 其實它 這產品啊 在我心裡面 產生了很多的迴響 第一個是 我們第一次看到 有一個 呃 這創作人啊 這麼的勇敢 好 我說好 它是 無庸置疑是一個藝術品 怎麼說 我們一個產品 或是說一個物品 好 它要透露一個很明確的 訊息 那這訊息的話呢 它表達一個很明白的意念 表達意念就算了 它必須要透過技術 透過技巧 透過技能 的方式去把它達成 好 那它就是一個藝術品 這是蔣薰的藝術概論課本 裡面告訴我們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這個產品 第一個 它傳達一個意念是非常明確的 好 它想要告訴我們一個 復古的氣氛 好 然後 再來是說 它在 材質上面 在它的一個 工藝的 價值上面的話 它也是非常的棒 所以好 稱它為藝術品 好 是一點都不為過 那我很欣賞 這個創作者的勇敢 因為這樣子 一個產品 用這樣的定價 在這市面上呢 好販售 在這市場裡面的話 是會受到很大挑戰的 好 它是很勇敢的去做了這個事情 好 那它也給了我們這些 好 對於美感比較要求的人 好 的一個 一個選擇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個鍵盤的話 好 它右上角 它這邊呢 是 好 這個四個按鈕 這個四個按鈕 坦白說我不知道是什麼 好 我可能等一下詳細看一下說明書 那它的一些鍵盤的話 它把一些不必要的多餘的部分 全部都拿掉了 好 好 那它用這個木材的材質的話 我相信它這樣 將來好應該是會很好 清潔 好 那它這裡面的話 呃 後面當然就有序號 然後還有這個 四片啊 這是調整高低的 墊片 好 那我們用旋轉的方式的話 就可以調整它的高度 好 而且它的調整高度的話 不是無段式的 好 它是有段式的 好 有段式的調整 這還蠻好的 好 好 那我們看一下它這箱子裡面的話 除了這個本體之外的話 還有什麼 我還想應該要充電線吧 好 它的內容物的話非常簡單 就是一個USB的充電線 然後它是Type-C的 好 然後它這一個的話 應該是 喔 我知道這是什麼了 這是 嗯 按鍵啊 按鍵的備品 它的說明書裡面 然後有提到 這個按鍵備品的話 它是Mac 這是Mac跟PC電腦 雙用的 好的鍵盤 但是我們知道Mac的鍵盤的話 它有些按鍵的話 是跟PC不一樣的 然後它這裡面的話 就讓你 可以在使用Mac鍵盤的時候 在按鍵上面做一個替換 這我就不拆開了 因為我的電腦的話 是PC的電腦 好 好 這就是今天為各位開箱 的 Azio Retro Classic L Word BT 核桃木復古打字機鍵盤 好的無線版 那我說這個創作者 他在表達意念的時候 他有什麼樣的技術 我很欣賞一點是說 他將我們過去的情感 跟現在做連結 我們以往用打字機的時候 是在古老的那個時代 我們需要做很多輸入法 然後一些文件的需求 那我們在當今的現代的時候的話 我們當然不會用以前的打字機 那現在的話會變成鍵盤 所以鍵盤也就是過去的以前的打字機 所以說他在這個情感的連結上面 然後一開始就做了一個很好的開端 然後再者的話 我們在對於古老東西的回憶的時候的話 一定要需要很多東西做影子 像他用的這個木材的材質 還有他旁邊然後露出來的這一個螺絲孔 螺絲釘 都在對一些古老的元素 復活元素做連結 那最有特色的時候 是他的這個鍵盤的本身 這原理 還有他你按下去的這個反饋 他確實是跟古老打字機 有很大的關聯性 所以說他做了一個事情 是一個連結 把古老打字機 跟當今的打字機 也就是電腦 做了一個在情感上面的連結 然後在視覺上 然後在技術上的話 把它給呈現出來 那 所以他售價非常高昂 不過我覺得物有所值 我非常喜歡 然後 然後 在使用它的時候的話 我們可以 會更有感觸 或許可以做出更多 有感情的 或是有美感的創作 好 所以有時候 我們覺得 還是回到我原來的一句話 你選擇決定了 你是什麼樣的人 你或許有些人的話 他會去選擇一個 功能性很強 或是他背光很很漂亮 然後呢 他的這個愛馬 然後的那個 輸入的速度是非常快 好 功能性的產品 那有些人的話 他會選擇一個 具有美感的產品 好 美感重要嗎 你願意為了美感付出多少代價 謝謝各位 Azio Retro Classic Elwood BT 核桃木復古打字機鍵盤 謝謝大家